在电话号码无法打通的情况下 执行人员发现这辆车并没有上锁 把车子拿出来 老人家 你听我讲 我们把车子全部弄去走了 把红条烧死的 要得吗 要得好 那个我专门安排留那个同事穿着蝙蝠过来 对他去靠他们一趟 看一下 出去看一下 有可能以前每次去 看到我们穿着蝙蝠去 他就不开门了 黄财金 这就是这个门 下去只有两幅 很多时候一些刻意逃避的被执行人并不好找 打不通 电话打不通 拨不通 拨不通 不能行 这儿不能挠 这儿不能挠 不能挠 这儿我没查准他是不是在一头 而且这个房子还不是登记到他面下的 在他的面下没有看到有登记到有房子 有个房子 南面的房子 这个就是他的房子 那边有不通常等结尾 你讲是他的就是他的啊 南家 身体好哦 平时这里有人住没有 对 我用手有在屋的 你都手有在屋的啊 我得想嘛 每一天执行法官的时间都安排得很紧凑 在外找寻被执行人的过程中 其他案件的当事人也会时不时打来电话 你是不是在发院了啊 嗯 你进来 你过来的吗 那个那个 那个常务生了没有啊 他那个电话都联系不到 你都联系不到他了 嗯 你这样 你现在进来 在书中府大厅坐一下 这个车上起来没的 车上起来没的 我把车上起通知过来哈 我现在在外面执行任务 我去另外的法官来接到你们哈 在找寻被执行人期间 执行局的工作人员 会在沿途乡镇和村委会张贴公开信 张贴公开信主要是向被执行人传导执行压力 同时鼓励广大群众积极向法院提供线索 在陌生的乡村找寻被执行人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哪个方向啊 也可以 也经常往哪个里接着 我最好是往哪个里执行过去 要不远 不远 一两百米 要得 哪个吗 找哪个吗 人家找哪多树啊在这边 有叫树开的 有小队 小队啊 对 他的房子大概在哪个位置 很多时候张力等人只能靠不停的询问 一步步找到被执行人的家 你哪个路住啊 哦 我特别想来个大阶 那就是延长的 哦 二处 二处 是不是 二处 二处 是不是我一直在 喂大姐 请问二处是在那边 二处是不是在那边 一直在那边 一直在啊 对 那边就是二处 好 请问一下这个人特别年轻 真的 喂大姐 这就会树开在哪的 树开 树米庸 那家的 树米庸 那家的 是不是树你的 啊 树米庸 有个叫树开的在哪里做 树开的啊 树开的啊 老门 你就是啊 他们在上面 你 他没在屋里 没在屋里啊 没在屋里 他屋里是什么 他屋里家里 就是一个老婆的 我老婆和老婆 我老婆和老婆 他们房子在哪个位置 在那边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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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村民的指引 张力一行人 调转车头 在一个宴堂旁边 继续找寻 但结果仍然不理想 是否树开是不是在那里做 一个叫树开的房子 是不是在那里 树开啊 啊 有个是在地啊 有个名字 这个人还在那里 他是队长的 哦队长是 他 他心里在 找到队长之后 他们拿出了 对立村民的画名册 然而遗憾的是 依然没有找到 被执行人的名字 离开了队长家 张力一行人 一度准备离开 这时候 他们得知了一条 重要的线索 被执行人 素某前几天 才在家里 办了婚宴酒席 张力等人回忆 第一次在附近 询问村民的时候 的确有一户村民房前 张贴了喜字 于是 他们再次 调转车头 在现场 执行人员希望大娘 能够联系素某回来 但遭到了拒绝 没过多久 附近的邻居 来到了现场 询问情况 面对执行法官的询问 他们也闪烁七词 问着执行工作的直觉 张力等人开始查询 院罢内的一台奔驰的情况 在电话号码 无法打通的情况下 执行人员发现 这辆车并没有上锁 看下 看下 把箱子弄哈 身份证 苏凯 身份证是苏凯的 驾驶 驾驶 驾驶驶是他的 身份证也在这的 你叫你弯就拿去了 身份证啥时候要在这的 把车子拿出来 老人家 你听我讲 慢点这个 我们把车子全部弄去走了 把这红条 那个是烧死烧死的 慢点油脚不跟你们 要的嘛 要的 要的 那是原件事 我都要是我的 骂驶驶 将车内证件信息登记后 通过被执行人的亲属 执行法官联系到了奔驰车的登记所有人 你那个车子是哪个时候借给苏凯开的 我哪个时候我买了就了 买了就了 你只是他在开啊 嗯 平时家有的那些是哪个在家 都是他在开 都是他的家 出锅炉费 停车费是哪个在出 他在用的都是他 有时候我也在出 都是他在出 这些费用 这些保险 保险我买的啊 保险你买的啊 都是我买的啊 那就说明苏凯还是有女性人的嘛 玩那些怎么好车子啊 在等待车辆登记所有人赶来的过程中 执行法官张立继续给被执行人的亲属做思想工作 刚才我们已经去公安那边协助我们查询了 这个车子一直就是苏凯在开 当时我们在车上发现了被执行人身份证等重要物品 并且通过公安机关协助查询发现 汽车长期有被执行人驾驶实用 我们怀疑被执行人将自己的车辆登记在其他人名下 达到规避执行的目的 所以我们考虑将其扣押 其他的多都不说哈 就凭这一点 他如果有能力能够平时养得起这个奔驰车 平时都是他在使用这个车 就说明他是有女性能力的 就凭这一点 那么就可能已经构成举止犯罪了 下次要盘新的 下次如果查识啊 那就可能要盘3.7年 而且尤其徒刑 不再是 那个时候就不再是把那个钱 钱的钱翻完一个就杀过了的 而且追究性是这样的了 那个后果很严重 那个不是说你把钱翻了 我就不作劳了 那句子是你这个行为 懂得没有 还有 还有他的银行卡和的身件和洋方都放在一起的 我们很有理由相信他的钱全部就放在洋方的卡上的 刑法中有明确规定 帮助他人实施犯罪以共犯论处 这个案件中 如果被这些人肃某通过使用他人的银行卡 微信等行为引力转移财产有履行能力 拒捕履行人民法院生效的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 这种行为涉嫌拒织犯罪 杨某如果明知被这些人肃某在使用自己的银行卡 规避执行还帮助肃某引力财产 杨某的行为就有可能构成拒织犯罪的功能 一个小时之后肃某的姐姐姐姐夫赶到了现场 但他们也表示自己联系不到肃某 你们刚才说是不晓得肃某这个 肯定是不晓得 那个姐姐呢 也不晓得 你们是没有住在这里的吗 没有 我们住在这里的嘛 住在这里的嘛 我们不是那天吃个酒就走过来的 知道吗 今天苏凯有没有给你们打电话 没有 有没有给苏凯通过话 没有 请你想清楚来讲 这个我们查得到的 查得到的 想清楚来讲 你随便查 刚才在你们来之前来到这里之前 有没有见过苏凯 经过长时间的询问和调查 法院放弃了查扣院罢内的停放的车辆 后来被执行的亲属向我们说明了车辆情况 并且承诺愿意配合法院执行 随时能够将车辆开支法院 所以暂时没有实施扣押行为 苏某的亲属也表示 会尽快告知苏某今天的情况 并督促其处理这起执行案件 苏某行使不在家中 临近春节 执行人员也不确定 苏某是否回家 我们相信只要找到被执行人的家 让被执行人的父母或亲属知道法院在查找他 肯定会有一定的执行效果 两天后被执行人肃某主动来到资中县人民法院 五万块钱都没抓到啊 没抓到 你现在之前正共居士去了 当时接着有个简单 只有这个子气 借了三万块钱 你手机呢 这是你自己手机的 把手借了 把你的微信调出来 我看一下你的账单 没有这个 这张微信卡 这个微信卡 用不起 这个微信找到那东西了 我一直 那你批是 通常上打工他们都是给的现金 用支付宝购吗 支付宝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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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搞不着事了 张正刚两个下来沟通过没有 好像沟通过 沟通过 你这个钱准备那么支付呢 我准备了 所以先给他处理了三万块钱 然后每个月 在我发明之内也谈了 好多 你发明之内是好多 大约就是五百块钱 五百 嗯 然后我挣扎了 你这外头在做啥子事情 啥子 你 就是 公里上 给人家开点车 打点灵动 然后那些小老板拿到货物上 然后有两三个人 今天也要整个未来的下 我也给你半两三个人 整个人 有钱我们的黑命家里 还得做啥子事 做不了大事了 只能说是检究温暴 你这三万块钱 我不好跟对方做工作的 哦 我这边还有几千块钱 这三万多 你说你在习长嘛 就不说了 那个暂时回来不到 你回来到 要准备要结婚那些事情了 要不就把这个案子 这个案子的事情 就丢到老口之后去了 就没关过这边是不是 想到是不是哪里没办法的 被这些人主动到法院 申报财产 说明情况 并且当庭支付了部分款项 剩余款项 双方达成分区旅行和解协议 在现场 执行法官还依法 对苏某进行了训捷 对于这个 你之前就不配合执行的行为 我们要给你提出训捷 如果是你以后再不配合执行 法官通知你到法院来 你还是找这样理由 哪样理由不来 那么下一次 肯定是拘留了是肯定的 如果查识 你还是继续的开起耗车子 天天咱们是高消费 开了个奔驰车就是高消费 我跟你们说 不一定说你要住还是刑警兵馆 不一定说要去坐飞机 坐高铁这个是高消费 希望你今天按照这个协议 以后就准时按照协议旅行 在自中县球西镇高电子村 张力等人在找寻一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被执行人时 遇到了难以解决的困难 这个人还没回来吗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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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的他都信息都慢了 没有 因为啥时候又进去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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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慢了会儿都没找不住了啊 没有 没有 这个很麻烦了 因为他也就是因为钱都把别人打到盼了行 盼就该赔钱 给人家没赔 之前我们想到他父亲出来都慢了 我们来找一下他 好像又进去了 要得要得 谢谢 他讲的出来又因为饭了又进去了 随后张力拨通了这起案件申请执行人的电话 我自动发员 自动发员张法官 我们这儿在高点子村来了 我们了解的情况是这个杨显坤 又因为犯了什么事情又被抓了进去了 然后他的父母都已经没在乎了 被他的兄弟借去走过了 你现在在哪里 根据申请执行人提供的定位和沿途询问 张力等人找到了申请执行人的家 那怎么就整了呢 这个车子是你的啊 这个就是你的房子啊 就一个人在我的啊 平时跟那个住在一起的 屋里还有哪些人啊 就我一个人去的 一个人 还有啊 老婆哪些呢 没得了吗 没得 刚才我们在柴子那边过来 柴子那边过来 我们了解了哈 是没找屋的 我这种是哪个人嘛 啥子去 你这样子 本来你这种案子好 所以我这儿来看咯 这个条件也不是很好这种 你把这个 把你们 平时那个困难证明这些 想往后去找一个哈 到村上啊 都开过来 开过来 我们走这个 争取给你看 那么都给你争取点救助 现在是没执行到 司法救助是在法院穷尽执行措施后 仍然执行不到位 申请人又面临严重生活困难 急需帮助的时候 可以向法院申请司法救助 经过审查符合救助条件的 由法院拨付救助金 解决申请人的难为之急 司法救助案件仅限于 追索抚养费 赡养费 人身损害换厂 等涉及民生的案件 我们只是给你负责报上去 有其他部门来审查 符合条件的话 可能会给你看批点下来 如果不符合条件 那还批不到 救助那个叫 我还是懂不到 相当于 财政营头 先把你申请点困难救助金 你先拿到渡过难关的 这个钱要还的 还但是从对方返 而非这个案子 想跟你全部执行到了 就把你先领的钱 拿着扣出来 现在先拿着还给你贵家 离开后 张立一行人又踏上了 去找寻另一位 被执行人的路途 这些钱都没拿出来 就出过这个事 准备出发 行程34公里 大约需要51分钟 好 王师姐 我是自从法院执行局的 我叫张立 我想请问一下 那个里面有个天顿村 有十足一个村民 叫李君 他人在乎 你没在想的 多番打听之下 张立和同事们 终于找到了李某的家 并且李某正好 已经回到家中 你是李君是 是 是 他一个人来 好久回来的 才回来嘛 才回来 才回来 我说来 看下 我是自从发院执行局的法官 是 这个 那么不抽烟 不抽烟 那给我们这发现一下 这个杆子 放生姜的杆子 晓不晓得 不晓得 我晓得 是李某本人 是不晓得 不是 一万多 一万多块钱 我当时拿着王媒 就是王媒 发官 我打电话 一万多块钱 因为他那个 牵着他有些事情 因为当时他的工人 我割了一部分钱 有争议吗 是不是 对今 这个是你们调节的 当时 当时调节 但是后期完了 又割了一部分钱 割了好多了 他现在 前几个 他女婿 你女婿 我给他个五千 给他女婿 你自己给他 给他女婿 到底 那里 当时又不是他一个人 你知道吗 又不是他一个人的钱 今天付了多少钱 没有 现在 现在关键 我得把这个杖子 全部弄清楚 要弄清楚 我生好多 我付给他好多 付得到没有 今天 嗯 付得到 我马上 我再跟他联系 是不是马上付得到 哦 你跟他联系 那个张 他现在整个 有点乱 你知道吗 你看他两个人 不是一个女婿 执行现场 张某 试图联系到 申请执行人 黄某某 何时情况 但未能成功 他们接电话 这样子 我们现在按这里头的材料 就显示出来 你只付了两千块钱 对啊 马上把一万七千 都全部付到法院来 如果有意义 认为你之前付了一系列 把你的证据提出来 但是我们找对方合适 合适了 该退给你 好不好 你让他退过来啊 肯定是 实实在的是付了的 那也不能多执行你的一分钱 不自然 这个道理是这个道理 关键是先生 他那个账 面对人民法院执行人员的到来 被执行人的家属 有些负面情绪 你们来那么多人 拿个手一下就是嘛 你们 你不要过来 这个大姐 这个大姐 我跟你讲 我们解释一下 给我差你的钱 我不跟你解释 我就替你把黄某某电话打通了 执行工作中 实有当事人不理解我们的工作 除了给当事人做好解释工作外 还说明 我们的工作 离当事人的预期还有差距 需要我们更加的努力 这个不对的 你怎么发现呢 不是 我肯定要来 我跟你讲 你们这种在外 得住私心 得住私心 肯定 肯定 肯定还是有人 你没收到钱的 我们也理解过了 出公司的 这一会儿你理解了 你把钱收到了 你理解了 他如果官司大意了 身心自信 我们一样的帮你正面子自信 他要说别了 如果你要保持 我们按照照 你理解了 你理解了 你不得从我屋里来 你理解了 我不来找你理解了 都不得付钱 这一会儿你理解了 这一会儿你理解了 关键我还收到了 我都不给他们 这一会儿你理解了 你钱收到了 我来关事件 我来关事完了 哪要帮我打 自己来骑书 自己来骑书 你来骑书 懂不得的 有法律远处 可以去申请法律远处 像每个村镇都有 专门的法律 工作在这儿 我感觉都是不少 那麽回事 你上个人我一路 你上外地 你给你搞不上事 行了 我们要去下一个地方 有啥子给我 好